剛剛講說那個 那個小孩節慶找主持人 我還真幹過這種主持人 有一年就是那個Mail 然後說那個台中 然後要邀約我 擔任那個小朋友生日的主持人 那因為那個一般觀眾可能 在發動邀約的時候 寫得不清不楚的 那我老婆就懷疑說 這會不會是 詐騙 因為我們常常接到邀約去 然後只是想跟你見面 對 然後所以我老婆 那一般遇到這種狀況 我老婆都懂嘛 就是開一個天價給她 她哪個知 哪個退 也不要說好像 拽個二 五 八萬 說我不接啊 我有工作什麼幹嘛的 那這種小朋友 慶生能開多少 一般合理的行情 我們一般主持尾 十八萬 二十萬就很驚人 對 進嘴了 她 意思不是說她出不起這個錢 謝謝妳 感恩 感恩 她在來講過 她在來講過 對 她說妳能來我們家裡面 太開心了 然後我還到處問人說 這種活動會不會怪怪的 我還問詹老師 詹老師妳幫我算錢 那我想說當了小朋友 應該是國小五六年級嘛 國小五六年級的粉絲 是有的是製作 所以我們都說 那個小孩 兩歲喔 兩歲 然後她硬要說 她小孩喜歡聽我講笑話 那本門 那個拍照就是聽你講笑話 從肚子裡面拍照 我跟你講那個現場金碧輝煌 在台中的 最頂級的 那個一進去 那個氣球那個都不用說了啦 那現場佈置著金碧輝煌 然後她給賓客的那個 那個謝禮有沒有 我回去打開才知道 一打開 不是鍍金的喔 是純金的殘廚喔 那當然比較小隻啦 但是那個也很驚人了 我粗估啦 包含我跟那個小某的組織費用 那現場的布置 還有那些有的不的 那個 我看這樣 太誇張了 那一次她滿像很開心 對我贖不給口 後來今年又找我去的 但不是小孩生日 更妙的 她換她妹妹生日的費用 她妹妹喔 不是她老婆 不是她女朋友喔 是她妹妹 跟妹妹 是妹妹還是跟妹妹 沒有 我本來是在懷疑 結果後來證實是真的妹妹 有錢人找拍照就對了 我發現小孩是天生的 有人天生就很乖巧的 喜歡做 願意做 那有的人就是死不做 怎麼樣他就是不做 對 你跟他拼了老命 他也是不做 可是你有時候你要騙他 另外你把他放上去以後 然後你就丟給他 他最喜歡吃的零食 他就可以安靜一下 對 安靜一下 不是 因為五百萬的車 車上不喜歡有 我跟妳講啦 我跟妳講喔 那個 不管幾百萬 一千萬的車也是一樣 因為媽媽喔 媽媽開始喔 在加裝一些 那個有的不的 機械有沒有 那個椅子這麼漂亮對不對 她要在你的那個副駕駛座 桌掛一個東西有沒有 然後就是小孩子可以 可以掀菜來 上面可以放零食 放玩具這樣子 對 宣稱是什麼 頭等艙的配合的一個設施 但其實他就是不做的啊 他怎麼樣也不會好看啊 真的 然後那個 每次去洗車的時候 那個洗車人一吸 就是一些那種 寶寶餅啦 對 餅乾碎穴一點 小饅頭 然後有一次呢 把椅子往前推 因為他清理那個椅子下面嘛 然後出來 我要 或者小朋友喝喝飲料 飲料倒融 跑到那個沙發後面 對 那個你想差也差不多 一開始你會心痛喔 第二次你很想抓狂 第三次你習慣了 沒關係了啦 對 就是爸爸在努力賺 以後換一個一千萬了 對 我是覺得講話真的要謹慎 就是不要不經過大腦 因為我們有的時候 就脫口而出 可是有時候你很謹慎 還是會出錯啊 因為老婆也常告誡我說 今天我有幾個 媽媽的朋友們會來我們家 但是他們就不希望 給他們老公知道 結果他那天告誡我說 如果你那個朋友 打電話給你 說老婆是不是在我們家 你就千萬要說 說沒有...這樣子 我們就知道 就記得這個話 好啦 結果他沒多久 真的打他老公 打他老公 防他老婆跟防賊一樣 因為他老婆以前 算是有一些不良的前科 就是真的也是 那一種 不會吧 結婚以後比較... 結婚以後有小孩以後 就比較穩定了 但他老公可能以前陰影 太重這樣 好 打來 遠哥 我希望你誠實地回答我 我老婆是不是在你家 那我是想要先開導他 我說 首先我跟妳講沒有 第二個就是說 他就算真的在我家 你為什麼管他管那麼嚴 他說不是嘛 因為你們家有時候 也不是只有女生 也會有男生 我說就是我 說你是沒關係的 有時候會有一些 大陸不明的男生 這樣子總是在那邊嘻嘻哈哈 他不喜歡這種感覺 我說你不要講那麼多 我真的跟他講道理的時候 結果我千不該 忘不該 他那個小孩本來在睡覺 就是媽媽帶的 那個小孩本來在睡覺 後來醒過來 媽媽第一件事情 那個小孩第一件事情 醒過來一般叫媽媽 結果不是 因為那個小孩跟我也滿好的 那小孩有時候會混淆 叫我叫爸爸 小孩有時候會亂叫 他醒過來 他醒過來 電話那一端 沒有聲音 然後停了三秒鐘 沈兄 剛剛我如果沒聽錯的話 那我叫你 說 哎呀 那怎麼辦 笑到黃河洗不清 他為什麼叫你爸爸 我說 這個是 我才是 這個是 因為我這樣子 要解釋好多事情 第一 他小孩 為什麼叫我爸爸 那第二呢 那個 他 那表示他老婆 就是在我家 為什麼我要跟他講沒有 我說 這個 這個事情 你怎麼逃避 你這還是方法啊 我真的太幸福了啦 從小時候到萬聖節 然後後來看卡通硬要過 然後我姊姊一直吵得要過 我媽媽就把他那種 古時候的衣服給他穿 我姊說這是什麼鬼 古時候的衣服 好可愛喔 妳是鬼啊 然後我姊姊到時候穿 就穿著出門來看 我是林柏傑 媽媽 要怎麼賣粽子的啦 好可愛 很煩 老婆每次都念老公說 襪子亂丟 有一次我也是 然後我想說 這個沙發底下 已經累積了十雙 你很煩 我想因為我老婆在跟我 賭氣你知道嗎 因為那一陣子就有小口角 我想該是做一件 讓他開心的事情的時候 所以我就把他 十雙襪子撈出來啊 然後我就選擇 選擇了一個感覺是在裝 那個髒衣服的桶子 就丟進去 一丟進去 我腦勺一陣熱你知道嗎 我說你那個內褲也是髒內褲啊 但是有分的嘛 我說都是 那沒差啦 我跟你講 細菌長得都一樣啦 你講真心的 給我們一個醫學常識 你覺得要不要分 腳有比胯下髒嗎 說 你看是誰的胯下髒 沒差啦 你為什麼一定要 你會不會賺卻的答案啦 你會怕回去跟我老婆講 玉琳給我告訴你 你的襪子跟她的內褲分開一起 但是你的內褲直接用完就丟掉 對 不過我後來同意 她是因為你們的一些 私質的東西比較容易喜歡 是啊 她跟我講說這個分開 不能用細菌的方式 來說服我 因為我跟她說沒差 我說沒有感染的問題 沒有差 你只要洗乾淨就沒事 是的 然後她說可是 當觀眾朋友 沒差 什麼 好訓練耶 你跟應該有下台階嘛 你就知道她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你知道嗎 在家庭裡面是不能講道理 只能講愛的感覺 所以就代表 芽芽 你會注意她 到底她有的真愛 我從小到大就是喜歡講道理 我跟她講道理 你會認識她 你會認識她 我可以認識她 我會認識妳的 你會認識她 感谢观看